台志光警用監視器三媒費率2200元怎麼來 議員調出109年關鍵會議記錄 發現這場會只開了40分鐘 就審查包含警用監視器等破70項議案 被質疑 議價 過程草率 一個會議40分鐘 不然你要開多久 他怎麼現在變成在檢討 我是當年提出問題說這個要小心的 柯文哲一臉委屈 但在追蹤會議簽到時間發現 身為主席的秘書長薛春明 抵達時間近是9點34分31秒 到會議結束只有5分29秒 包括警局CCTV16案通通照案通過 有沒有公開透明 沒有人知道訂定了這麼多的費率 都沒有專家學者出席 你怎麼敢訂定這樣的一個費率 真的是有夠黑箱 不只會議出席人員 大多是鼓掌組長 層級偏低 也沒專家學者出席 遭質疑公正性不足 北市府也發現106年簽訂的兩媒子約 沒有遵守母約中訂的費率規定 不得高於民國100年當期費率95折 也不得高於當年行政院 網路契約價格95折 但柯市府任內卻訂出1684元 比按照規定的價格多出248元 當時母約設下這個天花板兩套防線 為了保護市府的利益 就被這個專案協議給打破了 每一支監視器都多給200多塊 我們有一萬多支監視器 我相信公務員不會故意去犯錯 我也不想再去回答任何這種 穿鑿付費的問題了 台制光案延燒多日 眼看任內每個會議記錄 都被放大檢視 柯文哲一句穿鑿付費 恐怕很難反擊白紙黑字的合約 以及會議記錄 三菱新聞 江文鮮 讓我們今天退報